大家好,我是牛少 今天我们来一起整理和收纳我家的厨房 上一次有个朋友来我家做客 看到我家的垃圾桶之后,吓了一跳 说,哇,牛少,你家的垃圾桶 比我的开餐馆还要大 因为他家是一个开餐馆 然后呢,他不说我还不觉得 一说,哇,这垃圾桶确实挺大的 确实是一个商业的 所以我准备把这个商业的垃圾桶断死了一调 但家里边不能没有垃圾桶啊 于是呢,我又买了一个这个小的家用的垃圾桶 所以今天呢,我就准备利用一下厨房的水槽下面的宝贵空间 来整理收纳一下,把这个垃圾桶放进去 这个商用的垃圾桶我终于可以把它断死离了 我先把它断死离了先 这个新买的垃圾桶呢,我想来想去 最合适的放的空间应该就是这个厨房水池下方的这个垂直空间了 这又是说说价,如果我要是把这个往这边来一点 这个放这块应该是蛮合适的 刚好这个是一个方形的盒子嘛 速的收纳省空间,这应该可以 所以我就干脆把这里边断死离一下,顺便也打扫一下吧 行,那我看看这里边有什么可以断死离的 这是一个这个 休暗机的tablet 没有必要拿这么大盒的,我先放旁边一会把它断死一下 然后这边有两个架子 这是这个手套 一会我打扫的时候会用到 这个是一个水池的上面呢 一会会用到 然后这边是三个这个洗洁精 三个洗洁精 怎么变成两个了 在这 这边是这个洗洁精 先放出来 然后这是洗手液 这边 我觉得这个好像放错位置了 一会把它调整一下 这边是一个摆结布 一会会用到 这个的话 一会我可以把它放到这块来 先放这吧 先打扫一下 哇 这啥 这好像是个豆腐盒 应该可以刚好来放那个tablet 我觉得这个可以刚好放进来 然后这个就可以融掉了 这没啥问题 之前我们不跟大家说 不要那个收纳工具吗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巧妙的利用家里边现有的东西 你像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豆腐盒 然后刚好可以用上 然后这就可以断死离了 整洁多了 这个 好 这是一把剪刀 哇 哈哈 这好像很难啊 非常难用 而且那边已经有把剪刀了 这个应该断死离掉 我先把它放到这边 这几个夹子肯定是放错了位置 一会得把它乌归起位 哇 这既然有一个小酱油 寿司小酱油 果断断死离 OK 这是一个吃冰淇淋的小勺 也是断死离了 一次性的东西 这个是垃圾桶的袋子 一会把它收纳一下 哇 这边竟然还有一瓶没喝完的矿泉水 断死离 OK 还有东西吗 这还有一橡皮筋 这是放错了位置了 跟夹子一个道理 里边我看还有什么 哇 这还有一只筷子 断死离不知道啥时候掉进去了 OK 然后就这个架子了 这个架子我得把它先拿出来 看看怎么样能腾出空间 先把它拿出来吧 这边就可以全部拿出来了 在这里边就腾空了啊 然后你看这边这个饮水机啊 它又接着电又接着这个水管 哎呀我真的觉得这个事在澳洲这边处理起来太专业了 所以不知道牛上海毒有哪位热心的朋友知道 这个饮水机怎么取掉啊 还有另外呢就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好像从上面掉下来的一个 不知道是汽铁石还是什么 我怎么样把它清洁都弄不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它是有点像一个磁铁一样的东西 哎 如果你要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的话呢 请在下方留言 非常期待着你热心的帮助 其实这里边空间还是蛮大的 你看尤其腾开了之后空间很大 这个垃圾桶放进去完全没有问题 很轻松这样 所以我准备呢刚好这也是新年了嘛 把这里边也顺便打扫一下 然后再把需要的东西把它收纳整理进去 OK行 我把它打扫一下 喷上清洁剂呢 我一般会让它稍微静置 大概三到五分钟 这样一会再擦的时候 效果也会比较好 为啥我一定要把这个大垃圾桶把它断舌离 然后换成这个小垃圾桶呢 是因为呢我这个朋友他的话就点醒了我嘛 就是你像那个垃圾桶你越大 经常你可能就不会去倒垃圾 有些时候可能三天才倒一次垃圾 相当于是我们把垃圾一直放在家里边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你像垃圾桶这个东西 无论怎么样大家都不可能对它怦然心动的 所以说把垃圾桶呢 牛超的观点啊 我给大家参考就是一定要藏起来 像这个垃圾桶刚好它是一个方形的 很容易就把它放进这个里边 竖着收纳省空间嘛 刚好也把它藏起来了又可以合理的利用空间 所以呢我才决定做这个动作 OK现在差不多了我把它打扫一下 OK现在这个差不多打扫干净了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新年的时候把这个边边角角全都打扫一遍 心情还是挺不错的 尤其是这个厨房的卫生和我们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嘛 所以我觉得把这打扫一下还挺值得的挺好 然后现在呢我就可以把这块呢稍微整理和收纳一下了 你像这个手套的话呢 其实这个地方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收纳空间 我就把它放到这边 好 这边我就可以收回去了 然后这边呢我就把需要的东西重新放回来 首先这个架子这个架子本来就有 我觉得它可以把这里边的空间分成 有一个层次感还是挺有价值的 所以我把它放进来 当然我要留一定的位置啊 使这个垃圾桶可以放进去的位置 我把这个垃圾桶放进来 对这么多空间就够了 这边刚好它是一个可伸缩的 这点还挺棒的 你像把这个架子放回来之后啊 我个人觉得啊 因为它相当于把这个垂直空间呢 分成了一二三三个层次 所以这上边呢还可以放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不知道大家怎么觉得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说说你的意见 然后呢 这一块啊 我就可以把这个清洁剂放回来 我原来也跟他分享过这个标签 当然是在你非常熟悉 它是什么产品的情况下可以撕掉 这样子的话呢 你会觉得比较干净清爽 大家可以看到我每一个标签都是把它撕掉了 这个空间刚好是利用垂直空间放进来的 这边这两个啊 一个是这个水池的一个堵的东西 另外一个是一个清洁布 它这个放在这一块呢就刚刚好 然后这边呢刚刚可以就放到这里 因为有些时候它上面可能还难免有一点点水分了 这放上面可以有一个晾干的作用 还记得刚刚那个洗碗液那个大盒子吧 这么大 然后现在呢 我把它放到转移到这边来 刚好就利用这个免费的收纳工具啊 免费的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好啊 就是这上面没有盒子没有盖子 所以我每次要用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拿起来了 这也是一个省时间的一种方法 ok 刚好可以放到这个地方 这边这个就可以断手离了 ok 然后这个啊 这个是一个比较环保的清洁布 这个呢 我可以把它刚好放在这里 然后收进去 用的时候呢 我就很容易把它拿出来 然后这样子啊 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洗手液这个不能断手离非常重要 最近的卫生啊 还有健康是一定要留的 我就放在这里 哎 刚好放了这块 哎 这个呢 是 垃圾桶的这个垃圾袋 我这个垃圾袋呢 是专门买的这种可降解的 而且呢 它是黄色 是因为它是柠檬味 刚好如果要是放进这个垃圾桶里边呢 它可以把里边一些垃圾的味道把它掩盖住 所以这个很棒 看 像这个垃圾桶是很容易放进啊 放出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我把之前那个又大又圆的 拉一桶把它断手离 换成这个方方正正的呢 我记得原来有本书就叫牛奶可乐经济学 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读过这本书啊 你看它里边就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 为什么牛奶的盒子大部分都是方的 可乐的瓶子都是圆的呢 哎 就是因为呢 在这个超市里边啊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超市经济学来想一想 家里边的收纳空间其实也是一回事 你像这个超市里边牛奶的货架 它是需要冷冻的嘛 所以是寸头寸金 而这个可乐的货架很便宜 而且是长时间可以保持 所以说呢 它会把这种比较宝贵的空间呢 都用方形的盒子 然后呢 不是那么珍贵的收纳空间呢 用圆形的盒子 这也说明啊 就是方形的收纳盒 或者说方形的垃圾桶 是非常适合家用这种很珍贵的空间的 包括水池 水池的下方这个空间 OK 像这个样的话呢 我就很容易把它放进去 如果我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 我就把它拿出来 哎 这样子就可以了 不用拿出来呢 有什么垃圾啊 也可以扔进去 差不多到了这个时候 这个厨房的水池下方的这个空间 几乎就被合理利用了 我把这个之前那么大那么圆的一个垃圾桶呢 换成了这个方方真正的 然后放进去 然后呢 原来这个架子我还是保留了 把它充分的利用它这个高度 把它分割成三段空间 来分别放一些东西 当然这上面其实还可以再加一些东西了 然后这边放的是一个洗手液和厨房的清洁剂 这边是清洁布和手套 还有这边是洗碗液的tablet 这个状态我还是基本比较满意的 OK 说到这个厨房的收纳和整理呢 厨房我们知道是断舍离也好 和整理也好的终极考场 所以说还有好多地方 比如说这个台面啊 水槽啊 还有灶台冰箱等等这些 储物柜等等这些 好多地方呢 它的整理和收纳的方法都不同 如果大家对这方面的影片感兴趣的话 您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们有机会再分享给大家更多的相关的影片 OK 流创爱读生活极限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支影片 记得点赞和订阅 非常开心陪您度过这段美妙的时光 我们其他影片再见了 拜拜